今天有一位阿公阿嬤 不知道名字如何保护自己 所以让阿嬷萌的来婚姻一下 各位阿嬷阿嬷 名字保护自己 开始咯 用可爱的超萌乃音讲出流利台语 5岁的小小网红阿嬷 要教阿公阿嬷 怎么样做好防疫保护自己 这是我做生爹 你是什么生爹 是生爹 我过来比较生爹 挂起来看书籍 还是阿公阿嬷 挂一般的没习惯 可以请看阿嬷萌最重要的1点 不是这样哦 这样白头也是走进去 这样完全看上来 阿嬷这是短短5分钟的教学影片 上加4天 订阅数超过45万 大家瞬间被阿嬷圈粉 分享给家里的长辈们 萌生的话要听进去耶 孙人说话会会不会痛 阿嬷疼孙 阿公疼孙 吃小生 爸爸说话会不会痛 小孙女说话会会疯 很好 光是听到小朋友可爱的声音 阿公阿嬷脸上表情瞬间变得慈祥 燕心都笑橙眯眯眼了 这位来自新竹的小女孩阿萌 不只台语讲得吓吓叫 甚至还特地学日文 录制了日文版的感谢影片 这是只支援 而不是只支援 保护 谢谢 谢谢 孩子 我们都可以安心 成熟 助手 谢谢 谢谢 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发音 阿萌短时间内恶补日文 努力收集每个单字 把感谢的话用日文说出来 新影片在疫情紧张时刻 也让社会多一点正能量 阿萌短时间内恶 提片新闻 林芳流璇高雄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 新闻APP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事